你只看到我学PGP敲代码,却没看到我的产品在改变着世界。 你有你的女神,我也有我的苍老师。 你嘲笑我苦逼屌丝命,我可怜你不懂编程之乐。 你可以轻视我的代码,我会证明这是谁的互联网试。 成绪员注定是默默的逆袭,身边少不了口水和质疑。 但那又怎样?哪怕前路崎岖,也要勇敢前行。 我是赵从政,我为自己代言。 大家好,我是兄弟联的赵同正。 那么从今天开始,由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和研究SyncPP。 今天是我们课程的第一节,主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SyncPP, 以及如何利用SyncPP这样一个框架,搭建出自己的网站项目的目录出来。 那么打开我们今天的课件。 这里几个文件夹等一下我们都会用到,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知识点。 今天我们课程知识点非常简单,总共有6个部分。 那么前4个部分,大家了解就可以,包括我们第6部分,知识补充了解就可以。 那么我今天重点是第5部分,如何来搭建出一个项目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那么在第1部分,我会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SyncPP, 然后景根会介绍一下如何来获取SyncPP, 以及SyncPP核心文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以及帮助大家搭建出一个实验以及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出来。 那么首先,同学们,我来看一看什么是SyncPP。 那么简单来说,SyncPP是一个免费开源的快速的基于MVC模式的面向对象的轻量级PAP开发框架。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首先,它是一个基于MVC模式的,是个MVC模式的面向对象的轻量级PAP开发框架, 还有一个框架。 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面向对象还不是很了解, 我希望大家先去看一看兄弟联基础课程对面向对象的一些介绍, 然后你再来学习本教程,那会更加容易一些。 那么什么是框架? 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家可能都听说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框架, 比如说CI框架,Synopinwork,YII,以及包括我们的SyncPP, 它们都是框架,那么什么是框架? 框架好,对于我们开发来说,就好比说是,比如说盖房子, 传统的盖房子是什么? 就是要打地基,货水泥,然后要那个气墙,然后安窗户等等, 这样的一种开发,有点类似于我们开发过程之中这种面向过程的开发, 就从头到尾,什么都要自己干。 框架就好比给你准备好了一个毛皮房, 你不需要什么都要自己干了, 你可以在这个毛皮房已有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上来进行开发, 这样我们开发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之快, 这是框架的好处。 另外呢,框架制定了一些个程序的使用规则, 那么我使用这个框架来开发, 所有使用这个框架的人都要遵守这样一个程序, 一套规范,那么便于我们团队合作开发, 因为大家都遵守嘛,适合团队开发, 这是框架的好处, 它一使我们效益能够提高, 二使我们这种团队开发呢, 包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分工更加清晰, 这是框架的好处, 那么包括我们SYNCVP, 包括一些其他框架, 它们都是基于MVC模式的, 那什么是MVC模式, 大家注意啊, 这个M和这个V还有这个C, 只不过是我们工作的一种分层机制, 我们将这种工作按它的内容呢, 分成三种层次, 分别是M层,C层和V层, 这个M层我们管它叫做模型, 叫做模型, 也叫model, 它主要的工作呢, 是负责对数据的进行的操作, 比如说像数据库中读取数据, 写入数据等等, 还有对数据的一些个验证呀, 还有就是过滤等等, 由M层来完成, 那么C层我们管它叫做模块, 叫做模块, 它主要就是描述了一个项目的一个具体功能, 比如说我们会开发出用户模块, 商品模块, 订单模块, 购物车模块, 等等一个一个模块, 就是一系列的一些功能, 这就是C层它主要的工作, 而这个V层我们管它叫做视图或者模板, 那么它主要工作呢, 就简单来说, 就是来开发一个前台显示页面的, 这是它的主要工作, 就是编写HTML代码显示页面的, 由它来负责,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简单记录一下, 来看一看, M还有这个V, 还有这个C, 还有这个C, 这个M我们英文单词叫做model, modelmodel,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模型, 叫做模型, 它主要的功能, 或者它主要的工作, 是负责数据的操作, 我们这样理解就可以, 那么这个V, 它的英文单词叫做view, 叫做view, 我们管它叫做视图, 叫做视图, 这个视图, 或者也可以叫做模板, 也可以叫做模板, 它的主要的工作, 是负责前台页面显示的, 是它主要的工作, 那这个C, 我英文单词叫什么, 叫做controller, C-O-N-T-R-O-I-L-E-R, controller, 翻译过来就是控制器, 叫做控制器, 那也可以管它叫做模块, 叫做模块, 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它主要工作就是描述功能的, 描述功能的, 实际上它还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们后面学的Sing, Sing,PP的深入学习, 你们会对MVC, 会有一个更深刻, 更透彻的理解, 现在你先对它有个大体的认识, 就可以知道将来我说模型, 你要是干什么, 是指M这个工作, 负责数据的, 我说这个模板, 或者我说这个视图, 你知道它属于V层的工作, 当我说控制器, 或者模块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一个C层的工作, 这里我给大家这里对齐一下, 整理一下, 对齐一下, 然后这个, 保存保存保存, 那么这是框架以及MVC, 一个知识的讲解, 讲解对, 大家注意, 现在如果你对MVC还是很模糊, 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不用管它, 你要知道你还没有用到MVC了, 你就想说对它深刻理解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在后面SyncPP的学习之中, 真正使用到了MVC, 你才能够理解, 现在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铺垫, 然后后面在课程学习过程之中, 我们再逐渐对它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么这是我们SyncPP的简单介绍, 并且我会给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SyncPP, 它的优势是什么, 事实上和其他的一些框架相比较, 比如说SyncPP或者YII, 那么SyncPP有很明显的优势, 它不仅简单一种, 完全支持面前的对象, 更重要它有一个良好的官方支持, 有一个时常维护SyncPP的小组, 并且SyncPP的手册和教程, 全部都是中文的, 里面代码非常详细, 代码的注释非常详细, 并且注释也全都是中文的, 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学习以及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SyncPP在我国内, 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原因, 一是它很优秀, 二是它的一些支持比较好, 是这样的, SyncPP它的创始人是我们的叫做刘晨, 是我们的刘晨先生, 网名叫做刘年, 是由刘晨先生在七年前开发出了这款框架, 随着七年时间的不断的发展, SyncPP已经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 也是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框架, 那么这么受欢迎的框架怎么来获取呢, 也非常容易, 我们可以登录SyncPP的官方网站来获取, 它的地址是http, 冒号刚刚3w.syncphp.cn,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上来下载, 下载,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SyncPP的官方网站, 在这里建入, H, 不用叫http了, 直接3w.syncphp.cn, 这是SyncPP的官方网站, 我们现在SyncPP的最新版本是3.1.2, 我们的教程视频也是基于3.1.2给大家来录制的, 那么现在如果我想下载SyncPP, 可以选择这里, 这里SyncPP3.1.2, 这里为大家提供了4个包文件, 分别是云引擎版本, 核心包, 视力包, 和拓展包, 这4个包分别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跟大家简单说说, 这个核心包是比较核心的, 顾名思义嘛, 核心包, 我们来使用SyncPP, 一定要使用这个核心包, 它是最基本的, 但是这个基本的东西呢, 内容很少, 如果你想对这个基本的一些功能进行拓展呢, 你必须去下载拓展包, 把拓展包里面一些东西放在核心里面来使用才可以, 就比如说我们核心包连接数据库, 它是默认用mysircle普通的一种方式来连接数据库的, 如果你想使用PDO这种方式连接数据库, 你必须先下下拓展包, 把里面的一些个插件支持插件的东西, 放在这个核心包里面来使用才可以, 那这个视力包就很简单了, 就是一些事例, 一些个就是演示便于大家来学习的, 这个轮引擎版本呢, 是SyncPP现在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它是针对我目前比较火的一个轮平台, 以及分布式轮平台, 创建这个引擎的一种拓展, 它的目的无需针对不同的轮平台, 做不同的开发, 只需要掌握SyncPP的开发, 再把轮引擎往SyncPP代码里面移动, 就能够适用于各种轮平台开发, 目前已经在新浪轮平台, 以及百度轮平台上做过测试, 给你通过了, 后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那么同学们, 这个四个包文件吧, 我已经给大家下载下来, 放在了这个Packets文件夹下面, 就是这四个文件, 等一下我们要使用它, 要使用它, 这里打开这个核心包同学们, 这里会发现SyncPP, 这是SyncPP的核心文件, 打开它, 这里面有这么多文件, 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这个Core文件, 是SyncPP的一个框架的公共文件, 一些公共函数, 框架的一些公共函数, 是写在这里面的, Config文件是负责什么, Page的, Extend文件是负责拓展的, Longuage文件是支持多语言的, 另一波文件, 是我们核心类库目录, 在这个文件下面, 有这个Behiver叫做核心行为类库, 还有这个叫核心机类库, 还有这个叫做内置驱动类库, 然后这个Timelate, 就是我们内置模板引擎, 都放在这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TPL文件夹, 是放系统模板目录的,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 不必就是硬背, 有硬背, 这个也干什么, 因为我们是来学习使用SyncPB的, 不是说要开发一个自己的框架出来, 你没必要对它这里面研究特别深, 要了解这一点, 不然的话你这个路就走歪了, 关于这个各个目录它的工作,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在这个Addis里面, 这个SyncPB目录说明, 因为大家准备好了, 是这些, 好, 这里我Ctrl-C复制, 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知识点文件夹下面, 放在这下面, 这是我们第三部分, SyncPB核心文件的介绍, 你知道这些是干什么,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了解部分, 不需要大家对它花特别多的一个精力, 去说一定要看看核心语言包, 是怎么工作的, 怎么机制的,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带一带, 但是要知道我们来学习, 是学习SyncPHP的使用的, 而不是来开发一个框架的, 要明确这一点, 好, 现在SyncP核心文件,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使用SyncPP, 首先我希望大家准备好我们学习, 或者说实验的一个环境出来, 首先你要有一个外国服器知识才可以, 如果现在李宁有一个外国服器, 可以使用, 只要它是PHP版本是5.2.0以上都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 现在我给大家搭建出这样一个实验环境出来, 这里搭建非常简单, 使用一个软件就可以, 这个软件这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叫做WebServer, 你用它来搭建出这样一个外国服务器出来, 直接点击它, Next, 然后这里肯定是我接受了, 要不然里头没安装对吧, Next, 然后我就安装在目录下面, CP核下面, 然后这里Next, 然后Next, 然后Instagram, 好, 这里稍等, 它就会给我来安装, 同学们你注意, 在安装过程中, 我再给你简单说说, SYNC PHP 3.0是可以支持Windows以及Unix服务器环境的, 但是我们PHP版本要在5.2.0以上才可以, 目前任性包括ABA7, 包括Windows, IIS以及NGX在内的多种外国服务器都是可以的, SYNC PHP也支持买Circul, Circulate, Ori, 瑞寇等等这些个比较常见的数据库链接, 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安装好这样一个外国服务器之后, 我给大家基于外国服务器, 在外国服务器上面, 来搭建出一个项目来运行访问, 然后这里Next, 然后Finish完成, 然后会发现这里右下角有图标, 跟它有转成黄颜色, 再转成绿颜色, 当它变成绿颜色的时候代表我的外国服务已经开启了, 这里我点击它, 我点击这里, 进入到我外国服务器的3W, 比如说网站根目录下面, 在这下面我新建一个文件夹, 取名叫做SyncPHP,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我来开发出一个项目的目录出来, 我这是给大家来搭建出来, 这个是我们今年课程的重点, 是搭建一个项目的目录出来, 也就是说是怎样使用SyncPHP, 你现在想使用SyncPHP, 你最起码要把SyncPHP的核心包里面一个文件先取得到, 在核心包里面, 它有一个叫SyncPHP文件夹, 你把它Ctrl-C复制, 放在我的项目文件夹下面, Ctrl-E, 稍等一下, 尼卡, 这里同学嘛, 这就是SyncPHP的核心文件夹, 那么现在我想使用这个核心文件夹, 我需要准备好一个入口文件, 这个入口文件我取名为index.php, 大家都知道叫index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当我有一个文件叫index文件的话, 那么当我服务器, 或者说我的这个就是访问我这个项目目录的时候, 它会自动寻找index文件, 自动进入到我index这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当我来访问SyncPHP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 它会自动寻找到index.php文件, 自动找这个我们管它叫做主入口文件, 现在我打开它同学们, 在里面书写代码也非常简单, 写php的代码, 写php代码, 然后这里面它总共需要三个步骤, 就可以使用SyncVP, 第一个步骤, 叫做确定应用名称, 确定应用名称, 什么叫应用名称, 我们知道在一个项目里面往往分成两个应用, 一个叫做前台应用, 一个叫做后台应用, 前台应用我们往往给它取名叫什么, 比如说我会给它取名叫做home, 叫做前台应用, 那么后台应用我们有时候会取什么名字, 比如说我的面对不对, 那么我这里前台应用名称, 我取名为home, 那么这是确定应用名称, 怎么确定使用常量的方式来确定, 这里写Define定义一个常量, 逗号隔开, 第一个参与什么, 常量名称, 这个常量名称叫做APP下华线, 内蒙同学们, 此机应备这个名字你别瞎写, 这是必须的, 叫做应用名, 这个应用名后面给它值, 叫做home, 叫做home, 这个第一步叫做确定应用名称, 然后紧跟着我们第二步, 第二步叫做确定应用路径, 确定应用路径, 确定应用路径, 确定应用路径也是用常量的方式, 你要Define定义一个常量, 逗号隔开第一个单数常量名, 也是死机应备的APP下华线Path, APP什么应用, 对不对, Path什么路径嘛, 确定应用路径, 它的值, 我下写, 叫做当前目录下面的后目文件夹, 注意同学们, 这里这个点杠什么意思, 点杠代表当前目录, 当谁的钱, 当这个脚本的钱, 这个脚本叫做indice.php, 有当indice.php脚本的钱, 意思是说在indice.php同级目录下面的后目文件夹, 当然现在还没有了, 我说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当前目录的意思, 那么这个后目将来, 等一下我来运行这个路径文件, 会帮我创建出这样一个后目文件夹, 注意这里这个h叫大写, 我们这样确定, 所有的目录的名称, 首字母大写, 然后后面这个杠一定要有, 你要没杠,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你下课可以做压实验, 你要没杠会怎样, 所以现在你要给它带上这个杠, 好,保存保存, 然后这里, 如果没杠, 没杠的话, 所有那些新建的文件, 都是带home什么下, 等下我也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好,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也非常重要, 叫做引入核心文件, 怎么引核心文件, 使用require方式, require方式, 引入什么核心文件, 引入当前部下面的SyncPHP文件, 加下面的SyncPHP, SyncPHP.PHP文件, 大小写注意, 这是大写的PHP, OK,保存保存, require一个当前部下, SyncPPP文件加下面的SyncPPP.PHP文件, 在哪里, 在这里,SyncPPP文件加, 下面的SyncPPP.PHP文件, 注意, 这里同学们, 严格区分大小写, 大家严格区分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Windows操作系统之中, 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你这里哪怕把它变成小写, 在我这个环境中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把项目, 迁移在inix环境下, inix环境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如果你这里大小写不匹配的话, 在inix环境是有毛病的, 所以你现在就给我严格区分大小写, 还有同学会问, 老师引入一个外部文件, 让我知道, 使用require或者使用inix环境的, 它的区别何在, 我们会说inix环境的, 它如果引入的文件发生错误, 它并不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错误, 底下如果还有代码, 它会继续执行, 而require更加严谨一些, 如果引入的路径发生问题的话, 它会抛出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错误的行, 整个脚本立刻停止, 像是再有多少行的代码都不再执行, 所以我们往往使用require来引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意思是说没有这个文件, 这个整个程序都没法执行, 使用require方式, 那么我们在这里使用require, 是因为啊, 用一个核心文件是必须的, 用这个文件是必须的, 你没它整个项目都跑不起来, 对不对, 使用require, 好,保存保存, 现在同学们已经写好了, 就这么简单, 三步骤写好了, 那么现在同学们, 我来访问一下主入口文件, 通过浏览器访问一下, 怎么访问, 在这里输入localhost, Localhost, 代表本机, 本机下面的syncPHP这个文件夹, 这是我们的项目目录, 进来, 它会在页面中输出这样一个东西, 欢迎使用syncPHP,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下面, 会发现多出一个什么, 多出了一个home文件夹, 打开home文件夹, 里面有一些东西, 这个home文件夹, 就是我们的前台应用, 将来所有前台的代码, 我都要放置在这个文件夹下面, 这个大家都理解了吧,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我现在把它删掉, 说老师刚才你这个说的, 提到一个东西, 很有意思, 你说说给我做实验, 我现在给你做实验, 我把这个杠去掉, 你看后果是怎样的, 刷新页面刷新, 你能正常输出, 但是如果刚才你没加杠, 你会发现怎么到了, 怎么到了, 所以home文件夹下面一些个子文件夹, 是不是跟着建出来了, 是不是很乱, 对不对, 所有同学们, 在我刚才代码里面, 刚才代码里面, 你必须给我加上杠, 这样子才对不良话, 后果就是刚才那个样子, 建议大规动就出来, 好保存, 现在我刷新一面, 好, 自动创建一个home文件夹, 这是我们前台应用文件夹, 那么如何创建一个后台应用文件夹, 也很简单, 现在我复制这个主入口文件, Ctrl C, Ctrl V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给它改名字, 改成什么, 改成Admin, Admin, 打开它, 在这里面, 确定应用名称, 我们后台对吧, 后台名称, 我取名叫做Admin, 然后你也给它换名字, 叫做Admin, Admin, 然后这里, 后台的应用路径, 取名叫做Admin, 好, 其他底下都不变, 现在我在浏览器中, 这里输入Admin.php, 一回车, 它就会在我的项目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应用目录, 叫做Admin, 将来后台的所有代码, 放置在这个目录里面, 是这样操作的, 好, 我们再看前台的东西们, 打开它, 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里面是干什么的, 这个叫做项目公共目录, 将来应用公共目录, 将来我所有的一些个公有函数, 公共的函数, 我可以放置在这里面, 这个是我们项目的配置目录, 将来一些配置信息, 我放在这里面, 这是语言目录, 将来一些多语言支持, 需要在这里面更改, 这是我的核心目录, 后面会给大家具体来使用核心目录, 我的MVC的编码, 很多地方是放在这里面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Rentime, 叫Rentime时目录, 它就是放置一些个编译后文件, 以及缓存文件的, 还有个TPL目录, 这是放置模板的, 这是放置模板的, 大家了解就可以, 后面我来具体使用, 好吧, 那么关于目录结构, 我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在这里底下, 简单说明, 后面叫做前台英文文件夹, 以Common目录是干什么的, Config目录干什么的, Language目录干什么的, 好, 这个我给大家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Ctrl-C, 放置在我今天的知识点, 这个文件里面, 在这里, Ctrl-V, 好, 保存保持,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 如何来搭建一个项目, 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希望大家在课下呢, 能够自己来尝试一下, 搭建出这样一个项目来, 当然学到我们课程的深入学习, 在课程的后半部分, 我会给大家再来探讨说, 这种项目的搭建, 我还可以使用其他一种方式, 比如说, 一种我们SyncPHP分组的方式, 当然在我们学习阶段同学们, 我们要有学习, 都要有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屏蔽一些复杂度, 就是说你不能一下子什么都没学了, 就一下子把复杂的东西呈现出来, 那你会觉得非常混乱, 我们学习也要有一种迭代的思想, 先把核心的东西学会, 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之上, 再对它进行功能的拓展, 你这样才能学好, 我现在一下子说, 项目搭建可以有三种方式, 几种方式, 大家都给弄了, 你什么, 你这个叫什么, 贪多还嚼不烂, 对不对, 我们先针对一种, 把它的核心功能掌握了, 然后在这个已有的核心功能基础之上, 我们再拓展知识, 这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安排, 也希望这种安排, 使大家学的更容易一些,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 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另外最后一个知识的补充,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项目的目录, 搭建好以后, 我还可以做一些个工作, 比如说做那些工作, 大家会发现, 这里我有一个前台目录, 有一个后台目录, 对不对, 那么如果前台目录, 和后台目录里面一些个公用的文件, 我要放在哪里才好, 我们往往是这样处理的, 在这里再新建一个文件夹, 取名叫做public, publspublic, 叫做公有目录, 将来前台以及后台所应用到了一些公有东西, 我可以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哪些是公用的, 比如图片公用, 对不对, 还有一些个Java4块代码, 可能是公用的, 还有一些css代码, 可能是公用的, 我可以放在这里面, 将来我上传的一些个文件, 同学们, 我也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 取名叫做uproats, uproats, 将来上传的一些图片也好, 文件也好, 只要是公有的, 我可以放置在这个目录里面, 便于我们来管理, 这是我们第六个补充的一点东西, 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还是来, 是这个项目的搭建, 如果你把这个项目搭建都搞定了, 图片了, 那么你今天第一课的知识点就掌握了, 也非常容易, 我们搭建一个项目, 无非就是创建出一个入口文件, 在入口文件里面设置三步骤, 第一步骤确定应用的名称, 第二个确定应用的目录, 第三个你用SyncPPP的核心文件, 就这么简单, 你运行在浏览器中运行入口文件, 它会自动帮我们创建相应的文件夹,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好,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谁无死, 男生在学PAP, 生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中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涂上飞, 洛盈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共学校,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礼物, 在庭院学习学PAP, 助力寻他千百度, 不常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兩国ков。 中文字符GS, hike 梁冰转素的 It's a Never 浚 谢谢大家